書院的審理必須要注意哪些事情 首先第一個書院法81條 這個算是一個老徵典 要考在生論選擇其實都可以 但機率應該是選擇題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不難 書院法81條的條文 我帶你看 這個淡數的部分 一項淡數 先看本文好了 書院有理由的時候 受理書院機關應該要以決定 去撤銷原處分的全部或一部 並且可以視事件的情節淨為變更 或者是發回原處分 另為新的處分 這就是撤銷處 那你看淡數 但是 在書院人表示不符的範圍之內 不得為更不利益的這個變更 這個就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所以你看按照81條的體系 原則上書院管轄機關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自為變更 按照這個本文的內容 它可以自己去變更 或者是呢 或者是丟回去 對不對 可以撤銷變更 或者是丟回去 有三種做法對不對 然後淡數說如果今天怎麼樣 在書院人表示不符的範圍之內 不能為更不利益的這個 這個變更或處分 好 這個就不利益變更禁止的意思 那不利益變更禁止 適用的對象是誰 要有變更嗎 變更的行為嗎 上面這個不會有變更的問題 這個就單純的撤銷 對不對 好有變更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項淡數 會有一項淡數的適用 會有一項淡數的適用 也就是書院管轄機關 自己要變更的時候 就必須要受到 書院法81條一項淡數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的句數 好那如果是測令儲呢 測令儲的儲是誰負責儲 是原儲分機關負責儲 對不對 好撤銷之後 丟回去給原儲分機關 另做釋法 或是適當的行程處分 所以這個儲原則上是原儲分機關負責儲 那原儲分機關負責儲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受到書院法81條一項淡數的一個拘束呢 我們的實物見解認為 這個時候沒有81條一項淡數的使用 但是 會受到所謂的自意禁止原則的一個拘束 好原儲分機關它沒有這個一項淡數的使用 但是會有一個所謂的自意禁止 什麼叫自意禁止 自意禁止它的 試用的方式就是什麼 除非 今天 是因為彩量瑕疵 而有利於 相對人 只有這種情況之下 這種情況之下 是可 把它更重 那底下這個咧 其他呢 不得罰更重 什麼叫因為彩量瑕疵而有利於當事人 你看比方說你看講義 112頁底下注腳12 有沒有 你看注腳12第三行有個例子有沒有 恐流 恐流違規穿越馬路 結果被警察這個發現 那因為警察是他的粉絲 有沒有 好 那因為個人主觀喜好 所以就看他長的帥 就給他罰輕一點 好看他長的帥 給他罰輕一點 這叫什麼瑕疵 這叫財量上面的哪一種 財量瑕疵哪一種 爛用嘛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行政法法18條 只讓你考慮 這個侵害的情況 還有有沒有錢 對不對 但是沒有讓你考慮長相 所以你考慮了一個法律不容許 的這個事項 那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超越法律的目的範圍 所以它是一種濫用 考量的不該考量的事情 好 裁量濫用而有利嘛 罰輕嘛 對不對 因裁量濫用而有利 所以罰輕 這個輕的處分 如果假設 被素人管轄機關 撤銷了 撤銷了之後 要求原處分機關 再重新做一個 釋法的處分 那此時怎麼樣 就可以罰更重 也應該要罰更重 因為意思就是你本來不應該依照長相而罰比較輕 換句話說 一個合法的罰還 應該是比較重的這個結果 所以最後 如果你回到一個正常的罰還額度 一定是比原本來的更重 OK 這樣沒有違反自己禁止 好 因為你是因為裁量瑕疵而有利於當事人 而被撤銷 OK 那如果是其他情況 如果今天不是這種情況 那你就不能罰更重 你就不能罰更重 所以結論起來 結論適用起來 跟那個81條一項淡數 不利便跟禁止很像 只是用字用語不同 脈絡不同而已 一個是81條一項淡數的不利便跟禁止 一個叫字以禁止 那其實概念很多是重疊的 你一式的部分 你知道那個觀念就好了 二式當然如果這個 真的考到二式 那你那個用字用 你就要特別講究 跟特別小心了 好 好 搞定這樣往下看 看到113頁 81條講完再來講82條 82條有什麼重點呢 82條 你看先看條文好了 第一項他說 依照這個書院法第二條 一項提起的書院 受理書院機關 認為有理由的話 就應該要指定相當期間 命應作為之機關 素為一定的處分 這叫課與U 課與U是書院的情況 好 那你看第二項 重點在第二項 受理書院機關 未為前項決定之前 應作為的這個機關 以為行政處分者 受理書院機關 這個時候就要認為書院無理由 然後呢 以決定駁回之 好 這什麼意思 好 一樣 黑板還有這個例子 就拿這個例子 好 我今天一樣申請建造 新建的這個樓層數 假設100層 我的設計圖上面 都是寫100層 以100層的這個相關的資料 來進行這個評估 好 提給主管機關之後 主管機關一直不理我 對不對 好 一直不理我 那我只好去提什麼 我只好去提課與U書院 對不對 好 那提課與U書院的過程當中 主管機關核准了 82條的那個意思 就指的是這個 我書院打一半 三個月的期間內 主管機關突然核准 如果第一種情況 好 核准全部 你要什麼都給你 好 如果核准全部 那這個就是典型的 82條二項所說的這個情況 82條二項所說的這個情況 應作為的機關 以做成處分 好 所以這種情況沒問題 直接就是用82條二項 好 那這個時候 書院就沒有必要打了嘛 所以就以決定駁回支 好 以決定駁回支 好 那如果今天 第二種情況 它只有什麼 部分核准 OK 比方說你100層 只合跟你這個70層 好 100層只合跟你70層 那代表什麼 你原本希望的東西不會達到啊 好 你原本要100層 你還是沒有拿到啊 對不對 那沒有拿到你一定會再去提課語義務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不用浪費時間了 反正你已經有一個課語義務在走 那我就什麼 把原本的這個 核准處分 並入 並入既有的 好 這個時候沒有82條二項的適用 而是把原本的核准 並入既有的書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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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併審理 直接併進來一起審 這樣程序上才不會浪費時間嘛 不然我幫你決定駁回 你還不是一樣要再提一次課語義務書院 對不對 你還不是一樣要再提一次 還是跑到同一個書院管轄機關手上啊 所以不用重複做那麼多次 所以這個是關於82條二項單數的部分 所以你只有什麼 核准全部的時候才可以駁回它 再往下看114頁 下一個爭點 這個爭點也是老爭點 可否不經書院直接向行政法院申請停止執行 可不可以咧 結論很簡單 你猜也知道 原則上一定不行 原則上一定不行 因為我們的書院法就已經有設置 停止執行的制度了 所以你看實物見解的那幾行字 原則上應該要先依照書院法93條二項 例外在情況緊急 一定要由法院來做不可的這種情況 才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116 去向法院 等於是跳過書院 直接向法院申請停止執行 那大部分這種情況很少很少很少 非常非常少 除非會有一些是什麼 像我們有一些程序是可以讓你跳過書院 直接進到行政訴訟 對不對 例如一些獨立機關的這些處分 那但是呢 如果今天 同時一道程序裡面有夾雜那種 有一部分是需要書院的 因為通常一個行政程序過程當中 不會只有 或是不一定只有一個行政處分 他可能會夾著很多個行政處分 而且甚至那個相對人也不一定是只有一個 相對人可能也不一定只有一個 所以今天呢 可能有些人需要書院 有些人不用 有些情況是可以直接 有些個論規定可以直接進到行政法院 但同一個原因事實當中 有一些不行 要去走書院的 好啦 那這個時候怎麼樣 不用書院的那些人 那他當然會直接進法院嘛 直接進法院這個時候就什麼 直接用行政訴訟法 116條去申請停止執行 他就不會說 因為我們這一掛人 有人需要書院的 那你就一定要使用書院法 沒有這種情況 各走各的啦 OK 所以實務上真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你一定要先用93條 書院法的這個停止執行去申請 搞定囉 所以這個是書院法上幾個比較舊的這個爭點 快速的複習過 我們進入到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 講115頁的部分 115頁我們行政訴訟哪些要注意的呢 選擇題最基本的就是公法跟司法的區分 對不對 公法跟司法的區分 審判權的區分啊 你到底在普通法院還是在行政法院 那我也幫你列了一些大法官過去曾經出現過的這些例子 比方說像115頁上面這些就是普通法院有沒有 然後到116頁4至787之前都是普通法院 底下開始就行政法院了 底下開始就行政法院了 那我快速的帶你看過啦 公地放嶺 公地放嶺要對應到庚哲有其田 公地放嶺跟庚哲有其田 剛好一個這個一個司一個公 你說為什麼 差別差在哪裡 差別差在公地放嶺 你是國家直接把地給你 庚哲有其田是國家去徵收地主的地 然後罰給電容 所以前階段多了一個這個公法的法律關係 因此大法官才會把公地放嶺放嶺放成普通法院 但庚哲有其田卻放在行政法院 邏輯是這樣 好那再來呢 你看到115頁那個305號 公營事業 記得一件事情 公營事業這類型的國庫行政 國庫行政的行為原則上 他就是不具有公權力的色彩 不具有公權力的色彩 所以不管是他內部的這些人員 或是他跟外部之間的法律關係 幾乎都是司法 幾乎都是司法 OK 好 所以你看喔 如果是公營事業的這個裡面的人員 跟公營事業之間的契約關係 那當然就普通法院 好那再往下看448號解釋 代表國庫出租出售 OK這種就是行政司法的行為 對不對 那也不一定是行政司法 但大部分這種情況都是行政司法行為 就是透過出租出售的方式來履行特定的行政任務 履行特定的行政任務 那這類型的跟買賣契約涨了87%項 底下4-772有沒有 依照國有財產法52條之二的規定去出租出售 因為出租出售會有原因 我們的國有財產法容許很多原因 哪些原因呢 比方說你有租賃關係 比方說你有麒麟地 比方說你曾經在這塊土地上有開發 這些都可以申請讓售 那這些情形那些讓售的法律關係都是司法 那52條之二在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當初土地總登記的時候 你沒有來登記 導致被登記為國有地 那你沒有來登記的原因可能很多 有沒有 像我上政客常舉的例子就是說 你可能是什麼 在當時土地總登記很早期了 對不對 當時可能試制率沒那麼高 你可能看不懂公文書 第二個你如果看得懂 你也不一定敢跟國家說那個是你的土地 在那個時代的氛圍有可能會這樣 所以導致你的土地被登記為國有地 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的這個後代子孫才發現 那此時呢 52條之二就是發揮這個功能 我就讓你買回去 我就讓你買回去 你只要可以證明這件事 我就讓你買回去 那買回去 因為它具有強烈的公益這種政策的色彩 所以它是一個行政契約 這一種情形才是 那第二個例外的例子就是什麼 同樣一樣發生在金門跟馬祖 戰地 因為打仗的時候可能會需要什麼 挖一些戰略設施 那可能會需要用到私有地 對不對 私有地 甚至 比方說 像有時候需要一些材料 需要石頭 就會去 那個叫什麼 盜墓 挖那個墳的那個 那個墓碑拿來用 這個在金門馬祖蠻多的 蠻多的 那所以當時會有一些 這一類型的土地徵用或徵收的行為 那這些行為到現在你不需要了 這個設施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當然怎麼樣 想辦法要還你 怎麼還 就比照52條之類的那種邏輯 你只要可以證明這塊土地 當初是你們家的 怎麼證明 比方說像剛剛那個墳墓 有沒有 大部分會用那塊地上面 有你們的祖墳 來做一個 這個最常見直接的一個證明 好 所以總之 你只要可以證明 我就讓你買回去 這個買回去的原因也是一樣 基於什麼 公益的政策目的 所以這種類型的 這個行政契約也會是什麼 也會是公法契約 也會是公法契約 OK 那其他的那種讓售 土地的買賣 房子的買賣 國宅的出租出售 那個都司法 那個都司法 好 所以你回到講義115頁 所以你看448講那個司法 540 國宅出售 後續的相關的違法的關係 一樣 後續契約旅行的問題 都是迷失的關係 好 那你再往下看 是不是758 758比較特別 758 就是你先跳到底下 117頁 好的這個增點 公司審判權的一個區分 大法官解釋758號在講什麼呢 講一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你在告人家767的時候 上面如果有公用地益關係 那此時到底應該要算是 普通法院審理還是行政法院審理呢 那按照758號的邏輯很簡單 尊重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 你喜歡走哪裡就去吧 就去吧 所以 加 如果 告乙 767 好那767兩個要件對不對 所有權人跟無權佔有 那因為這個公防方法之間有什麼 公用地益關係 這個公法上的爭議 好因為乙去主張 有公用地益關係啊 所以我可以用啊 並不是無權佔有啊 好 並不是無權佔有啊 OK那這一段 公法關係行政法院 在沒有758號解釋之前 普通法院可能頭很痛有沒有 覺得啊這個到底我能不能審 這感覺是公法的關係 所以就打回票叫你去行政法院 打回票去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看到的是什麼 行政法院看到的是 你起訴的標的是民法767 727不歸我管啊 啊怎麼辦 對不對 727是民事上的請求權基礎嘛 那個訴訟標的就不是我可以審判的東西啊 所以就去找大法官 好那大法官意見很簡單 就是你看他走哪裡 就依照當事人的意思 所以今天如果原告某假他希望去普通法院審理 當然他起訴的時候 訴訟標的就會是民事的這個 民法上的767這個請求權 好所以你去普通法院 當然這個請求權他提起了 法院就要受理 這個東西就要審 就要審 如果今天他想要去行政法院呢 那他就必須要提什麼 確認訴訟 他就必須要去提確認訴訟 如果他今天提的是確認這個公共地義關係不存在 OK 這個普通 不是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就要受理 就要受理 好那如果你今天這個某假很不乖 順便複習一下 某假就是要來搞事 我去這個行政法院 我就是故意要提767 我拿著大法官解釋 758號 說大法官說我可以選 我就想要拿來767選行政法院 可不可以 這個時候法院怎麼辦 法院應該要先採明 採明你變更 採明你變更 大法官只有說你可以來起訴 不代表你不用遵守任何起訴的合法要件 你還是要遵守啊 所以你現在提的聲明跟訴訟標的錯誤 我先採明你變更 因為這個可以改的 可以補證了 所以法院此時要採明你去變更 去補證 因為我們的行政訴訟法沒有一個訴訟類型 是明法767 我們只有什麼 我們只有撤銷 課有義務 確認訴訟等等這些 所以你去變更 變更一個 確認訴訟來 我才能受理 那某假如果還是不變更 OK 那就可以裁定駁回 就可以裁定駁回 所以這個是什麼 現在法院要做的事情 一樣 跟你在學民事訴訟的邏輯一樣 我們現在溫暖而富有人性的法院 也包含行政法院在內 所以他也要採明你 他也要採明你 有本事 這次神情又說 4 1 2 2 4 5 5 6 6 6